透天民宅起火 窜出大量火焰 两间联动的民宅三楼全面燃烧 过程中不时传出 噼里啪啦的电线 招呼声响 消防人员到场 拉出了多条水线灌旧 居民在一旁焦急看着 就怕大火焰烧到自家 火警地点就在台南的北区 22号晚间9点多 两间联动的透天座 不明原因起火 附近居民电视看到一半 吓得赶紧逃生 到一间泵 出来就是全部都是烟盒 把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没有啊 出来了还重要的 到6号8号10号总计 输上了10人 那目前目视燃烧的是 6号跟8号 所幸大火没往外延烧 半小时就被扑灭 也没量人员伤亡 而在屏东也发生火警 不过烧的是垃圾车 垃圾车后车斗冒烟 清洁人员哇哑哇哑哇 终于照到凶手 他有一些废弃的那个铁罐 跟干电池 那有可能因为一些可燃性气体的原因 造成他气候燃烧 疑似高压瓶和干电池酿货 还好当时请见人员接警处理 才没造成严重火灾 其实类似情况之前 各地就发生过 也提醒民众 高压瓶电池行动电源 要交给回收车 精子香灰移进 浇水之后 再装进垃圾袋里头丢垃圾车 千万不要什么东西 都全往垃圾车里头丢 献清洁人员与陷阱中 华视新闻刘瀚申 钟孟瀚 台南屏东 总和报道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